表示最高的建议跟感谢 行政院长苏贞昌视察疫情指挥中心 慰问防疫人员 因为前一天新北出现十多名确诊 而国际疫情也持续攀升当中 苏贞昌提醒国人做好防疫 而对郭台铭建议政府再购买三千万剂 明年度BNT疫苗 苏贞昌表示 各国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在抢疫苗 我们指挥中心也已经预购 次世代的莫德纳疫苗 等只要对防疫有需要 我们都超前部署 也非常感谢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台积电 红爱永林 持续大家热心捐赠疫苗 也感谢郭董的善意提醒 郭台铭前一晚脸书发文 关系疫苗到货进度 除了首批捐助的BNT 能在中秋节前后到货 未来每周都要有七八十万剂疫苗抵台 除了亲自催货 也向BNT询问明年预留三千万剂的数量 并建议政府提早半年以上申请采购 要买多少疫苗还是要看看国际现在第三剂打下去的一个情况怎么样 那目前是已经有订购莫德纳两千万剂 那这个基本的如果打第三剂应该是够 那不过其实疫情一直在变化 它的需求也各有不同 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买更多一点 那不同的产牌把这个风险能够分散了 政府目前已经预定莫德纳刺激单疫苗 明年两千万剂 后年一千五百万剂 同时也不会排除再采购其他厂牌疫苗分散风险 新唐电视台湾的报道